总决赛还没登场 不过真的是未眼先轰动 在今天的这个记者会 吸引了上百位记者前去采访 那么制作单位特别想出了一个新招 让记者也玩起真人秀 用抽签的方式决定 谁可以采访哪一位歌手 歌手彭家慧现身 粉丝勤奋尖叫 从各地赶到湖南长沙的粉丝 一整天守在湖南电视台的门口 追逐他们的偶像 歌手在彩排之余 配合节目的宣传出席记者会 但是记者实在太多 制作单位让媒体也玩一场真人秀 因为有从各地来的 一百多位记者来这里采访 因此他们是用抽签的方式 来决定媒体可以采访哪一个歌手 每个球上写有号码 媒体抽到几号 就进哪一个休息室 等歌手进来 记者才知道要采访的是谁 把记者会安排的和歌手PK一样的紧张 不愧是做综艺节目的行家 这档选秀节目爆红 杨宗伟和彭佳慧都坦言 他们的演出机会和价码大增 我的小朋友可以有更多的钱买奶粉 跟玩具 跟玩具 我是歌手创下高收视 湖南电视台乘胜追击 由台长亲自出席记者会 宣传下一个新节目 电视台抢收视 丝毫不输给歌手在台上的厮杀 朱铃新闻带着杨世旭 长沙报道 而来看到这一场大战 是大陆的湖南卫视节目 我是歌手 还有两天要进行总决赛了 电视台下午举行了事前记者会 也吸引了两岸一共一百多家的媒体去采访 工作人员还必须要一一的核对身份 才能入场 声势非常的浩大 而主办单位也还是坚持 在决赛的时候 观众采用一人一票制 而不是先前的一人三票 曾经批评过这种改变的歌手林志炫 他今天就说了 其实他当时在网路上po文 也不是在质疑主办单位 而是希望可以争取到更公平的方式 洪家会走红地毯 现场歌迷尖叫 大陆歌唱节目 我是歌手 决赛前两天 湖南卫视举行记者会 媒体大阵仗采访 工作人员维持秩序 台湾大陆的媒体几乎都到了 要入场得先核对身份 才能进到会场 甚至电视台还大搞神秘 这里就是湖南卫视 我是歌手的摄影棚 由于这次有一百多家的媒体来采访 因此主办单位还发了这些采访 才有办法入场 而我们也抽到出这个号码六号 至于是专访两位歌手 主办单位事前是相当保密 除了公布参加合唱歌手名单 但谁配谁保密到家 甚至宣布之前淘汰歌手 也会重返舞台表演 另外受争议的计分方式 主办单位还是坚持 真的有夺冠的意图 对名次有企图的话 他应该要选一票制 因为对他比较有利 那选三票制的目的是什么 他不可能跟自己过不去吧 原来六号歌手是林志炫 对评分他解释不是职业 而是希望得到更公平的方式 甚至半决赛中输给六年前 承当评审时指导过的杨宗伟 林志炫也有自我解套 提出这个论点的人 完全没有考虑时间的递进 完全没有不考虑 周围在这几年的努力跟进步 直觉的就用 好像仿佛时光隧道 是直接就穿到现在 随着总决赛倒数 当天还是以三小时半的 现场直播当作噱头 电视台新开记者会 希望借此创造当天的高收视 东西的陈云峰 杨一平 陈正荣在湖南长沙的采访报道 而这一次我是歌手 总决赛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主办单位大阵仗的 举办赛前记者会 中港台上百家媒体采访 现场连采访歌手 都要用抽签的 一家只能在七位歌手当中 抽出一位 而台湾媒体如果想凑齐全部 还得交换自助 尽管规矩多多 也得入境随俗 光是记者会都铺上红地毯 迎接参赛歌手 就看得出来有多慎重 我是歌手 进入总决赛最后倒数阶段 还特别举办盛大记者会 时间长达一小时 来自四面八方的媒体 激报现场 光是媒体阵仗 当台就来了一百多家 每位参赛歌手 也有专属的受访房间 分别用数字区分 但媒体想访问歌手 可没那么简单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在湖南卫视发布会 我是歌手发布会的现场 那现场来了一百多家的媒体 大家都聚集在门口 做抽签的动作 因为抽这些号码呢 是为了决定等一下 我们可以访问哪一位歌手 进到哪一位歌手的休息室 抽签决定一家媒体规定 只能访一位参赛歌手 要聚集七位歌手的访问 台湾媒体还得靠交换互助 不止如此 记者会前时间早就规定好 四月十号记者会下午两点 四月十二号下午两点总彩排 晚上七点半总决赛正式直播 工作人员忙进忙出 就是因为节目在两岸 引发高度关注 也难过制作单位开放采访 马上就吸引上百家媒体 闻风而至 尽管规矩很多 也得入境随俗 TVBS新闻综合报道